字幕作成者 赢獎 晚上出稿 我是我哥哥 我是罗树辉,今年27岁,我来自基隆坡猛龙,我的体重是90公斤,身高是192cm。 来自大马国手的罗树辉,个性活泼,在11岁的时候,殷哥哥的关系从而让他喜欢上篮球自向运动,并且开始了他的篮球生涯。 其实打篮球你要进到国家,所以是要一步一步,就好像现在我是代表,12岁的时候我是代表这边福建公会嘛,然后出赛,然后你要选中出选州首先,然后再进入全国赛,就是代表州,你州对打啦。 然后过后你才可以选中国情队啊,然后你才慢慢的进到国家队,如果以这样子算的话应该三年吧,因为我们训练都是比较强性的,就比较很激烈的,所以如果你不够休息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状态啊,可能会导致你受伤之类的,所以我们都是要自己安排自己好自己的时间,最好是早一点睡啊,休息够一点啊,什么之类的。 你训练完以后,你接下来你要上课还是什么之类的,你都有一点困,有时候想睡觉会困,但是,呃,是看本身自己的时间安排啦。 因为我们训练一天可能会只是用四个小时啦,其余的时间都是你自己安排的。 嗯,所以可能你其余时间你可以拿出几个小时啦,还是拿出一点时间出来自己再温习一下。 所以我私底下我会模仿一些,就是,嗯,我会思考在比赛情况之下我要怎样去出手。 因为比赛情况之下你不是单单你一个人空空的设嘛,然后你一定会有防守球员啊,甚至可能两个到三个之类的。 所以你要,我一直会去思考咯,想想那个情况啊,然后你要怎样才可以出到手啊,然后你一直要加以练习。 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可以完整的呈现出来的,对。 你说7K最近可能他是头三分嘛,然后我就去学习他的出手的啊,然后他们什么情况之下啊。 然后可能你学其他的,就可能空球的Alan Wilson啊,Copy Brands是后仰跳投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都会从中去研究一下,但可能学不成还是什么,但是我会从中去研究一下这些东西。 身为职业篮球员的罗素辉,他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何规划呢? 还不可以确定耶,现在。 可能就是说,so far我只是啊,对啊,so far就是一直想要打篮球,什么之类的。 但以后的事情还很远耶,还不知道。 对。 你说马来西亚来说,其实我觉得,看你自己维持你的身体的状况到哪里。 就是可能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也是打到三七三八岁,他们还在打啊。 就可能没有打那么激烈,但他们还是会尝试去打啊,然后慢慢的去从事教练的工作啊,什么之类的。 也是看你本身自己对篮球的热忱和自己的人生吧,看他自己,你觉得,呃,你喜不喜欢篮球? 还是你当他是不是终身,是好像你说的刚刚,对。 因为很早之前可能是三十四岁的时候就刚开始接触篮球的时候,可能有我们会想到说,哦,我以后我要成为一个NBA,可能我要成为一个职业篮球手。 但慢慢的长大过后才知道,其实是蛮遥远的耶,那个距离是蛮遥远的。 但可能看个人吧,对我来说现在,因为我从小的志愿就是当一个职业手嘛,职业篮球手。 然后现在我职业巧合之下有机会参加这个猛龙,所以我也可以说,心愿已经达成了。 但也没有说像更高的层次,只是说在维持这样子的状况就很好了。 其实早在去年我还没有受伤开刀之前,教练说有一个球队想找我打的。 然后那时候我听了还蛮高兴,因为打了那么久,终于好像有外国的球队来邀请你去打。 那时候我听了消息蛮开心的,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动手术的,就是打一场比赛弄到脚。 然后我就跟教练说,可能so far我就不能去参加这个比赛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开了两次,就是左脚和右脚各一次。 对,左脚是2010年,那个是我第一次代表猛龙,就是参加那个ASEAN Basketball Lake,就是那个东南亚篮球联赛的时候最后一场, Semi-Final的时候弄到的。对,然后就是十字任代ACL Manisket,就是半月板和软骨Cartelage。 对,同时间弄到,然后就是要失手术才可以打回球。对,然后这个就是2014年的元首北Final弄到的。 也是一样也是ACL Cartelage Manisket吃的。 两次的严重受伤,是否会打击罗素辉的信心呢? 说老师第一次是没有耶,第二次可能会有一点。 因为,就是因为,怎样都是有经验了嘛。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哟,怎么那么不幸运啊,怎么又会发生在我身上之类的啊。 然后那时候想过要退休之类的。啊,因为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时候是退休啊? 打篮球打到一直受伤啊,然后又要令父母,呃,就是很担心,伤心之类的。对,就有时候想,好像过意不去的。 对,因为可能受完伤过后你就觉得说,其实打篮球一直受伤,如果真的是万一要开刀,你又要再休息。 休息完以后,可能你回到篮球场就,好像跟你说的,可能会影响你的表现之类的。 可能,因为我们做运动也好,你是什么职业都好,你的表现是最重要嘛。 因为我们当作这个是一个职业,一个工作嘛。 所以,对我们来说,Performance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怎样去keep那个Performance还是什么,那个才最重要。 所以,我会很考虑很多东西啊,就如果不打篮球,以后你要去怎样走那条路啊。 因为,毕竟我从十二岁、十三岁开始就一直经营篮球这个工作。 对,到现在,我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的东西。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让罗素辉接触了拍戏? 他是否有打算加入明星篮球队吗? 那时候,前几年嘛。 然后,那时候我听教练练完球以后,就听教练说高层要找我们拍戏。 然后,他就跟我们brief,就说,他们最近有筹备一个戏剧, 然后,是关于篮球的。 然后,他们要找一些篮球员,真正的篮球员,来配合这一部戏。 试镜那天呢,就看看,就说了几句话过后,过了不久,导演就打过来了。 就说,哦,可能我是他要的人选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这样子开始。 因为马来西亚不像香港和台湾一样,他们把演艺圈放到很大。 就是一个艺人出到街,他们都可以跟拍什么之类的。 所以,在马来西亚,我觉得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呃,还不能啦。 我觉得,应该是马来西亚不能同时兼顾这样子的吧。 可能我比较幸运嘛。 因为我和教练啊,和那个领队的关系还比较好。 然后,我会慢慢的和他们解释啊。 然后,他们有时也会迁就一下我那个时间,训练的时间。 但有时还是会责备,但是也不是,呃,也不是很讲说呢。 就不是很抗拒的意思啊。 就是他们说,哦,会说啊,你要,现在我的职业是打篮球。 而这个是你的一个可能副业啊,还是什么。 所以,以前你要专注在篮球方面啊,还是什么。 所以,我也跟他们谈了很多东西啊。 就没有一路来,我家人都支持我啊。 无论我打篮球也好,我做什么都好,他们都是支持我的。 然后,他们还替我开心啊。 嗯,除了努力训练以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啊。 因为有时候,你努力了,未必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但你不努力的话,你肯定得不到。 所以我觉得,你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之前你都要付出。 付出是最重要的,对。 无论你是什么行业,篮球也好,足球也好。 你是从事工作也好,你都是要付出啊。 正能量吧。 然后,我就每次想着,哦,没关系啊。 就可能还年轻啊,跌倒了,再爬起来就好了。 就每次安慰自己还是什么,我都是这样子。 就保持正能量啊,就。 不要想太多负面的啊。 你越想越多就可能会,会越影响你自己嘛。 所以你不想就没事啊,就。 就可能人生的路还有很长啊,然后就。 慢慢的走啊,还有什么,对。 你会经历很多东西。 请大家关注主播新世代。 VJ091那就是我啦! 耶! 哈哈哈哈哈哈 呃! 五十九一一一一半。 完全不愚蚱 Parte,有限的连rov多次。 好紧张。 一次音乐 Danny你会在哪里走。 一个词。 Council。 2 2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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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